以下內容憑我大量說,想在深度分析的請轉座 Hello各位,又隔一派沒見了,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異形羅目羅斯》 《異形羅目羅斯》是《異形》系列的第七部電影 和對上那一部2017年上映的《異形聖略》都已經相隔了七年 但今次《異形羅目羅斯》並不是繼續補完前轉電影的故事 而是回歸回《異形正轉系列》那種《太空深空恐懼》 電影的時間線就介乎《異形》和《異形》續集之間 當是《異形》1.5就對了 不過今次電影其實也不用看完正轉4集再加前那兩集的前轉 你都可以感受到《異形》的恐怖和人類處於太空當中的壓迫 雖然你熟知《異形》系列的話 都會發現到不少《異形羅目羅斯》對前作的致敬 和看似有關連的橋段 即是例如這一段 這一段 又或者是這一段 咦? 但就跟故事主事無關 你只需要知道《異形》是生有成一隻狗那麼OK的 大家應該可以入場看 看到這裡的各位可能都好奇 究竟這次《異形》羅目羅斯值不值看的? 究竟電影可不可以和前作比較呢? 我只可以跟大家說 值 大家可以見到夏列評分 《爛番茄》和《IMDB》都是清一色好評 甚至見到不少評論 都可以用今集和《異形》1.2對比 各位要知道《異形1.2》可以說是經典 新系列電影可用來對比經典真的賣少見少 因為經典電影始終有一個光環在這裡 但今次《異形》羅目羅斯和《異形1.2》一樣的問題之餘 在部分場景設計和特效上還有創新 究竟什麼是《羅目羅斯》呢? 其實《羅目羅斯》是屬於《羅馬神會》中的角色 他們和弟弟雷穆斯是雙胞胎 他們所居住的國家的國王 就怕他們會謀權散毀 所以他們小時候就被人拋棄了 不過幸運的是他們被一隻狼執倒並撫養長大 大覺了之後 弟弟穆斯就被國王抓住了 於是有個羅目羅斯就吹雞救弟弟 順便還堆壞國王 他們就很順利成章地成為該地的統治者 於是兩兄弟就決定了起作城市出來 但是兩兄弟就因為趕什麼名字 和起在哪裡而發生了爭執 因為這一點就關乎誰的權力大一點 那你知道古代的男人是多要面子的 那誰知道有一日 弟弟雷穆斯就見到阿哥起的城牆 於是就笑究他阿哥起的城牆 然後月薪一跳 就跳過了個牆 你要你看看 我多容易就跳過了去 也都是收回你的城牆 怎知阿哥羅目羅斯就生氣 就堆壞了弟弟 最後他就在那個地方 芝拉維和 並將城市改名做自己的名字 羅馬 你別問我羅目羅斯 為什麼會變成羅馬呢 可能是翻譯的問題 那麼我們其實可以在電影裡面 見到太空站 其實有分為兩個部分 羅目羅斯和雷穆斯 而且都會見到 那隻羅 偉養兩兄弟的圖案 至於這些對於故事有什麼關聯性呢 就等我講完個故事 大概講些什麼先 異形羅目羅斯的故事 講述主角和他的生化人弟弟 在一個半廢氣殖民星球上面 幫阿偉倫劏伯企業打工 那麥雷企業就是前傳的 這位人兄所創立 想知道他做了什麼 就請到Disney Plus上面 收看普羅維修司 而主角那班人就發現了 星球上空 就是一個廢棄了太空站 於是一班人就打算透過太空站 前往另一個充滿新機 和自由的星球 但廢棄太空站上面 就有異形等著他們 羅目羅斯的神話 可能就是象徵著 他們和羅目羅斯一樣 都是被人拋棄 打算透過廢的太空站 在其他地方自立為和 電影於太空站的橋段 幾乎就和異形一差很多 不過今集就將異形一 裡面一堆見過世面的成年人 就換成一班 毛都未生齊的年輕人 他們只是打算尋求自由的年輕一輩 沒有接受過什麼軍訓和歷練 但當他們面臨異形的時候 感受到的恐懼是會更加大 面對未知的生物 也會顯得更加手忙腳亂 異形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異形 但是就是透過這種 信息差和人物的設計 令到異形顯得更有壓迫感 大家都知道異形很恐怖 大家都知道 異形是透過普遍從條野 進入人類體內的中環直 都知道異形會破空而出 但是就正如大家體育過一樣 角色透過一個類似X光的儀器 讓我們實質見到未破空的異形 在人類體內的狀態 再突顯人類面臨死亡的恐懼 這一點就有點像你被人用槍指著頭 恐懼的不是死亡的瞬間 而是你等待死亡來臨的期間 這一段我覺得是很棒 透過iMAX大螢幕看 完全不同你在家裡同部黑幕看 說到這裡同大家講的題外話 其實異形羅姆羅斯 有一次是打算上傳流平台 不過好在最後都可以上軟線 還可以讓我看到iMAX 戲院對於這種注重氣氛算演的電影 是不好或缺 說回正題 電影除了保持異形一貫的追殺橋段之外 異形以外的元素都是令人眼切一亮 於前段異形未正式出現之時 主角班人在探索廢氣的太空閘 對比起以往異形電影 都幫飛船安排了一個高科技的重力裝置 讓人類可以在太空中自由行走 但這次他們在一個廢氣的太空閘 重力裝置失效 人類被迫處於一個無重力狀態 電影的拍攝就會跟著主角飄浮的狀態移動鏡頭 我當時看著螢幕都感受到天旋地轉的感覺 可否好像在看4DX那樣 再加上今次電影的很多場景都是實景拍攝而非CG 就連異形都是重新用真人扮演 看了電影的各位 你們沒聽錯 你們所見的異形 都是用真人扮演 令整個電影算是實實在做回到原點 CG最多都是用來收積 所以大家見到電影成本只有8000萬美金 但電影是完全沒有CG的粗數感 電影設定在外太空 當然不少得宇宙場景的CG 這一點都令我眼淺一亮 廢氣太空站處於主角那班人所在星球的行星環附近 電影所呈現的太空的直證和環的特效 都是非常有代入感 再加上異形系列原始的元素之外 電影對於動作場面都添加了不少創意 攝影和光線都是非常漂亮 大家看看這張和這張 啊 這個就是終於可以在戲院看異形的感覺 爽 實在太爽 我推介每個人都應該入戲院看異形羅目羅斯 如果大家不入戲院支持 那我是有心之連重點看到異形聖若義 說笑而已 大家聽完我勾說 可能都無動於衷 我這樣說 好看過死事與狼人 冤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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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